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 我是大鸟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 星期二晚上的系统神学的分享会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论到预定论 那预定论呢 是一个历史上就产生了很多争论的 这样子的一个教义 但是是不是说有争论 就代表说它不是圣经的教导呢 其实也不应该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过去有哪一些争论存在 而且我们要怎样子 以这个圣经的角度来了解预定论 还有呢 就是它在这个历史当中 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这个教义的时候 一些常见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从教会成立之初 这个争论就迫使了我们 对上帝所启示的这样子 关于预定论的内容呢 我们就会更努力想要去寻求 更清晰的这样子的认识 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希望并且肯定神对万物的这个主权 还有只靠恩典的这样子的救赎 那同时呢 我们又要同时能够保持人类的自由选择 还有个人责任 然而呢 我们要怎样子把这些主题结合起来 那我们就要从 这个我们的这个 奥古斯丁的传统 还有传统改革中神学的这样子的立场来进行解释 我们会从初代的教父一直谈到十六十七世纪 关于改革中信条的发展 那对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对于历史不是掌握的特别好 所以在比较历史的方面呢 可能我会谈的比较少一点 我主要呢 会针对那几个我们常见的这样子的问题 来跟大家进行讨论 那不一样的时期呢 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争论的焦点 那比如说在初期教会 初期教会的时候 那它争论的焦点可能就在于 上帝是否愿意让所有人都得救 当谈到预定论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是讲预定论的这个部分 上帝是否愿意让所有人得救 那有一些圣经 圣经的经文 它就讲上帝愿意妄人得救 那这个妄人是不是说所有人呢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那第二个就到了西方中世纪教会 在这个时候呢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 预定论是否使意志的自由选择无效 是不是说有了这个预定论呢 我们的人的自由的这样子的选择 就好像人没有自由选择了呢 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呢 那接下来就到路德中改革中的 这样子的早期的路德中改革中的神学 那那个时候问的问题就是 良善的上帝他怎么会选择咒诅一些人呢 上帝岂不是好的吗 上帝岂不是良善的吗 一个良善的上帝他怎么会决定说要让人 让一些人跌入地狱里面呢 选择咒诅一些人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最后呢 我们也要从改革中的传统 然后还有就是阿弥连主义 还有阿弥拉第主义 来谈论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 到底什么是上帝遇子的秩序 还有他的目的 上帝的遇子的秩序 秩序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先一个一个来谈 我们会先从早期教会来谈 在早期教会啊 早期教会的基督徒 主要是由这个信主的以色列渔民 还有越来越多的外邦人所组成 那他们那个时候是因为 是受到这个罗马的统治 所以他们生活这个环境呢 就是处在罗马帝国 这样子多样化的文化和哲学的环境当中 那希腊罗马的神话当中 他都有一个关于好像命运的 这样子的概念 这个命运的就是说 他存在着一种力量 或者多种力量 这个力量呢 他编制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避的 这样子的一个命运 斯多亚学派的这个哲学家 以毕古罗他就说 真正的教导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指导是这样的 就是你学会渴望事情应该如实发生 你要学会要去渴望这件事情 是怎样子发生 但是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就是那个指定者所指定的那样子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一种类似于宿命论这样子的概念 那时候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一些罗马的这些哲学家 比如讲这个西塞罗 他就批评这种宿命论的概念 他讲我们要维护人类的自由意志 甚至他会否认上帝的预知 所以当时就存在这样两种不一样的声音 那犹太教的代表呢 犹太教的存在 犹太人的存在 犹太教的这些代表 他经常就以一种给人的自由和功绩 给他们很大的地位来解释上帝的主权 而基督徒他带来一个承诺 就是说在不损害人类责任的前提底下 我们遵循圣经当中 关于上帝主权的这样子的教义 但是呢 我们也会发现在一些教父当中 他会强烈去强调人类选择的这样子的 这个自由意志 而不是关于上帝的恩典的主权 为了避免刚刚前面这个罗马他们 罗马希腊他们 这些异教徒的宿命论 那就有一些神学家 他把这个宿命论简化为 上帝根据他对人选择的预知 来决定祝福还是赏赐 就是说上帝他根据这个人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上帝他已经知道了 他预先知道 所以预先知道了之后呢 他就凭着这个预知来决定要给他祝福 还是给他奖赐 因此呢 在早期教会的这个教义里面 上帝的选择跟人的选择之间 他就存在着一种好像没有办法解释的 这样子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的关系呢 就在于跟柏拉丘之间的这样子的种冲突 那一个时候就有两大派 一派就是奥古斯丁派 一派就是柏拉丘派 而奥古斯丁派跟柏拉丘派 他们就爆发着这种争论 教会是第一次被迫需要认真的去思考 上帝的恩典选择 跟上帝的恩典的拣选 还有人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 那柏拉丘呢 他为了要促进道德 还有促进人的敬虔 他就教导人们 你在这个亚当堕落之后 你并不是处于犯罪的状态 你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仍然有能力去选择善的 所以柏拉丘他就说 我们只凭自己的意志去行善或者行恶 由于我们始终保持着这两种能力 所以我们总是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其中一种 就是讲说我们可以去行善 我们也是可以去行恶 行善对我们来说变得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长期的犯罪的习惯 那柏拉丘是这样子的认为 他在我们小的时候 就已经像病毒那样感染了我们 所以我们比较难去行善 虽然对柏拉丘主义的这个全面讨论 这个是在其他的方面 等下在救恩论的时候 可能会谈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会注意到 在柏拉丘他的这样子的观点当中 救赎是完全取决于人的选择的 在柏拉丘对柏拉丘来讲 你得不得救是根据你的选择 你不是根据上帝的选择 不是上帝的拣选 也不是上帝重生你的恩典 不是 是人自己的选择 所以对柏拉丘来说 这个恩典它包括了自由意志的 原始的这个馈赠 还有基督之血对血的 基督之血对罪的赦免 以及上帝的话语来指导 还有鼓励一个人他的行动 对他们来讲 这个恩典并不因为上帝给这一个选民 服从上帝的这个能力跟意志 他认为他担心说 这样子呢 就会推翻掉人的责任了 这样子就推翻掉上帝对人将来要有的 这个审判的公正 他认为说上帝注定了 他所预知的那些人 有哪一些是应该得到怜民的 而这些不悔改的罪人呢 使自己是他们 他们使自己成为上帝愤怒的容器的 不是上帝 是他们自己 OK 所以与此同时呢 与此相反的 奥古斯丁就是另外一排了 奥古斯丁他以前 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认为上帝预定了人 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他们的信心 预先知道他们会信他 但是在396年开始 他就相信说 所有的信心还有所有的善行呢 都必须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只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得着荣耀 奥古斯丁他就认为讲 没有人是为了得到恩典而去做善事的 而是因为他先得到了恩典 他才能够做善事 你不能够用行善来换取你的恩典 不能够的 所以拣选 他就开启了上帝拯救行为的整个的一个完整的链条 那上一次我没有跟大家讲过 他在一条金链那样子 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奥古斯丁他说 不管是谁 通过这种神圣恩典的赏赐 使他们与亚当的原罪不同 对于这样的人 规定 上帝规定他们应该听到福音 当他们听到的时候 他们就相信并且在因为爱而产生这个信心 他们坚持到最后 如果他们有可能在这条路上 他们偏离道路 但是他们会被责备 被责备之后 他们会被修正 那 而柏拉旧关于罪还有恩典的这个观点 后来就被这个加太极的非洲主教会议 还有以弗所的大公会议 被看作是异端 那所以柏拉旧主义其实是异端来的 那然而对柏拉旧主义的谴责 并不阴昧着对奥古斯丁的恩典的交易的 广伐或者无条件的接受 为什么呢 就讲说你如果不是柏拉旧派 一九两派嘛 你要么柏拉旧派要么是奥古斯丁派 但他这里讲其实不是 因为还有多一派 在当时的高卢 也就是现在的法国 有一群神学家 他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 救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又同意柏拉旧的一些东西 他跟柏拉旧一样肯定了 上帝的这个预定 是基于他们对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是基于他对人们是怎样子 自愿去回应这种恩典的预知 上帝预知了 这些人会自愿怎样子 心态去回应这样的恩典 然后根据这样子 然后他定下他的预定 恩典为人的意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但是人必须要选择接受更多的恩典 如果他不经意接受的话 那他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这一个啊 你换句话说 就好像柏拉旧的长鱼那样子 柏拉旧主义的长鱼在里面 尽管这个倡导者认为自己是 柏拉旧的反对者 但是他里面仍然有这个柏拉旧主义的 这样子的校 那现在呢 现代神学家是把他们称作是 半柏拉旧派 或者有人说是半柏拉旧主义 那这些半柏拉旧主义呢 他就藏了这种柏拉旧 他们的思想在里面 那半柏拉旧主义 这个词是到十六世纪才被创造出来 阿古斯丁呢 他认识到 其实这个罗马书九章十一节 这一段的经文啊 他特别将上帝对我们所有未来行为的预知 排除在他的选择 他的拣选的基础之外 因此呢 上帝的目的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不是因为我们选择怎样子 而是我们的选择取决于上帝的意愿 救恩不是协同的工作 也就是说 不是上帝做他的部分 我们做我们的部分 然后我们一起得到救恩 不是 救恩是当向的 是当能的作用 因为所有的事情 包括我们的信心 包括我们的顺服 都是来自于上帝 你为什么能够信上帝 当当这个信心啊 也是来自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从这点 我们就看到 唯独上帝的恩典 除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连开始相信他 我们都做不到 因为保罗 他也为这些新信徒的信心 他感谢上帝 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表明这个信心 是来自上帝的礼物 所以 我们从这里 我们就看到 这个信心 从这个预定论来讲 他并不是一个排除了 这个福音的工作 而是传福音 人之所以能够相信 连这个信心 都是来自于上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谈 第一个争论的焦点 就是上帝是否愿意 让所有人都得救 因为这个就在于 提摩带前书二章四节 这样子的经文 这个经文 他就想上帝愿意 人人得救 来认识真理 但是有一个神学家卡西安 认为说 这一句话 是对上帝普遍拯救目的的 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他说 因为上帝的目的是 使人不知灭亡 能够永远的活着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 当他的人词在我们的身上 看到哪怕是我们有 最小最小一点点的伤的时候 他自己 就像从我们心中坚硬的伙食当中 打出来一样 他用他的气息 去熏陶他 培养他 呵护他 因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 都能够认识真理 那这个是卡西安 这样子认为 但是我们是怎样子看的呢 上帝是否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呢 我们是相信 不要赞成奥古斯丁的立场 奥古斯丁他认为说 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 他这里他的意思 并不是说 上帝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救赎 并不是这样子 上帝他完成了他所有的意愿 但是他并没有去拯救所有的人类 奥古斯丁说所有的人这里 他这个词其实可以指向各种类型的人 换句话说就是国王和成民 富人和穷人 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 女人跟男人 年轻的跟老年老的 就好像保罗呼吁为所有的人 为国王还有一切 有权柄的人来祷告 奥古斯丁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个注释上的证据 他指出这个文本原文里面翻译为所有这个past的这个词啊 他并不是指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而是指在特定的背景下他定义的所有的种类 卡西安刚刚前面讲的那位神学家 他还呼吁说因为上帝宣布他希望人悔改 所以他呼召罪人回到他的身边 作为这个上帝 他其实是愿意拯救所有人的这样的证据 但是奥古斯丁回答讲不是 上帝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对我们说话 是因为人总是有自己的意志 都有自己的意愿 但是呢 他有这个意愿 这个意愿并不总是好的 上帝把罪人作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来对待 就是你是那个主体 你是需要为你行使的东西来负责任的 你是有道德的 但是除了恩典之外呢 人是罪的奴仆 而且人是自愿做罪的奴隶的 上帝他需要用改变人心的这样子的恩典来拯救他的选民 所以人的心如果没有被改变的话 他是不能够相信上帝的 所以圣经以福所述也讲 我们原本是死在黑暗 这个死在过犯当中的 我们是死的 就好像以 应该是以西吉他讲 他对着那个枯骨讲话 有谁能够让这个枯骨活过来呢 有谁能够 他怎么能够自己活过来 自己来讲话呢 除非上帝重生他 否则的话 他是不可能回转的 因此呢 我们不应该认为说上帝的恩典使劝人悔改的这个必要性就失效 就是讲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预定论呢 这样子的拯救 这样子的重生 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需要去劝人悔改 并不代表说我们传福音的必要性就没有掉了 也不应该认为劝人悔改使上帝主权的恩典的必要性失效 两两方面都是一样 不是讲我们传福音 那就是讲这个就不是上帝的主权 没有 也不是讲上帝的主权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传福音 这个也不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注定得救的 所以劝告必须是出于爱 尽管他的结果是未知的 而且必须为他们来祷告 如果我们不明白教导预定论如何跟传扬福音相一致的话 那我们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耶稣基督他吩咐人命令人要相信他 但是他又同样他说没有人能够到他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够到他那里去除非天父许可 他要我们去相信他 但是如果没有天父的许可 我们又不能够到基督那里去 那这个不是很反核心吗 不是很相对吗 其实没有啊 两者他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他 是因为天父尊许 天父许可 我们才能够到他那里去 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个西方的中世纪来看 那西方的中世纪其实仍然围绕在这个柏拉丘这里 柏拉丘的争论 他给西方基督教就留下一份很复杂的这样子的 所谓啊 那教会呢 他就反对柏拉丘对上帝的恩典的最小的看法和对人的能力的最大的看法 那教会当中他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差异 一些神学家他是肯定了根植于三帝预定的意志的这样的主权恩典 就是他们是非常的高取三帝的恩典的 但是又有一些神学家啊 他说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得救 但是预知有一些人他滥用了这个自由意志 结果是他们自己成为了愤怒的容器 这又有一点像这种半柏拉丘或者柏拉丘主义 预定论的教义他在文艺复兴时期呢 他在啊不是文艺复兴 在这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时期啊 也是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他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论 后来就有一个人叫做安瑟伦 安瑟伦 Cambry Cambry的安瑟伦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试图要去证明这个预定啊 还有自由意志 他就预知预定跟自由意志 他在逻辑上的这样子的和谐 并且他强调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 是单单只靠恩典的 那后来的这个彼得罗巴德 还有托马斯阿贵纳 他就讲基督的新娘的救赎 根植在上帝的主权的预定 他拣选了人 不是因为他预知他们的正确的选择 而是来自于主权的恩典 而是作为他自己的爱的这样子的自由的行为 作为这个上帝自由的行为 那后来有一些 这个早期的路德宗的神学家 包括马丁路德等人 马丁路德他自己 当他回顾了一些中世纪的这些教义之后 他认为仍然当中存在着柏拉旧主义 或者半博拉旧主义 就是教导罪人可以主动改变自己 那中世纪后期的其他神学家 比如讲这个约翰·维克里夫 John Hus 他就继续宣扬这个单单只靠恩典的救赎 还有主权预定的这样子的教义 而这些John Hus 约翰·维克里夫 他们都被视为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争论的焦点就在于 这个预定论呢 他到底会不会让自由意志选择无效 预定论会不会让我们变得 好像我们就不需要靠我们的自由 我们就没有自由意志了 其实他仍然回到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呢 他的思想就帮助西方中世纪教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 就是所有的人啊 所有人类都在亚当那里堕落了 我们都陷入到罪恶当中 我们的属灵都是呈现一种被奴隶的 这样子的状态 但是呢 神学家们他们也认识到 人们会做出自己负责任的这样子选择 人类要做出选择 但是他自己要为他自己的选择来负责 因此他们就教导讲 对主权恩典的需要并不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这样子的现实 安瑟伦他就说 不论是这个恩典还是自由选择 他都不能单独完成人的救赎 上帝和人都必须采取行动使人得救 然而呢 恩典是具有这个优先权的 因为恩典总是协助自然的这个自由的选择 甚至在回应恩典的时候 正确的行使自由意识也是出于恩典 所以预定论的救赎 他意昧着整个人全人的这样子的救赎 包括说他被奴隶的意志 一个人的意志已经被罪所奴隶了 所以他怎样子能够得救呢 而是因为他奴隶的意志被救赎 主权恩典不会破坏意志的自由选择 而是他进化这个意志 然后使我们的自由意志 很自由的去选择上帝 上帝的预定呢 也没有打破人类选择 还有人类生活之间的这样子的因果关系 而是确认确立 并且引导所有人类的原因 走向上帝的目的 所以罪人的救赎 通过人们的祈祷 通过人们的传福音 进一步的推动 因为通过这些方法呢 预定论最肯定的得到了这个实现 上帝的拣选也不是因为人的努力 而是通过上帝给了这个人的努力来执行 基督徒必须要紧紧抓住你所拥有的 不让人夺去你的冠冕 在七十路三章十一节 那这个最终的救赎呢 取决于人类坚持到最后的努力 然而人类的坚持呢 取决于上帝的这样子的保守 就好像上帝应许要保守你脱离试探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自由 预定论 它并没有使自由意志的这个选择变成无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早期福音派路德中神学 那这个就包括了 早期的路德中派 路德教派 也教导 他们教导奥古斯丁主义的 这样子就是唯有恩典 唯独恩典 才能够得救的这样的教义 宗教改革 早期的信仰告白 就是奥斯堡信条 奥斯堡信条 他一开始 他就有去指出 人是可以通过自由意志 来选择过一种 外表 光荣的这样生活 但是 如果没有圣灵的恩典 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 人是不能成为上帝所喜愿的人 他是不能够全心敬拜上帝 相信上帝的 也不能够从心中 除掉里面的这个恶欲的 路德自己 他对预定论的看法比较复杂 他把他的事工集中在 上帝对他的信徒的恩典 还有安慰上 但是他的神学 是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教义 也就是在人类的选择 或者工作方面 没有任何神圣的预知 而是一个永恒的预定 路德他说 如果恩典是来自于上帝的目的 来自于上帝的预定的话 那他是必然的 而不是我们的努力或者尝试 路德 他说 人的意志是真实的 但是他的选择呢 也同样是重要的 上帝不是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工作 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件事情而进行这个重新的创造 并且保存我们的 他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工作 而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做工 他不是好像一个邪恶的主人 把毒药放在酒里面 然后造成这个罪恶 相反 他像一个木匠来雕塑这个腐朽的木头那样 对我们这些腐朽的罪人进行这样子的管理 进行这样子的雕刻 当上帝使罪人心变硬的时候 他是透过圣 透过这个保持 就是扣留圣灵的恩典来实现 就这样他收回他的恩典 他没有继续将恩典施展在这个罪人身上 所以使这个罪人的心肝硬 路德他也区分了预定论当中 隐藏的上帝 还有基督中所启示的这位上帝 这不是上帝本身的双重性 而是同一个不可理解的上帝 无法理解的上帝 在他儿子所做的这个旧书当中 他使自己被认识 在路德的神学里面 预定论是重属于福音的 他通过谦卑人的骄傲 和培养对超越我们理解力的上帝的信任 来服侍服务这个福音 基督里的婴儿必须要和福音的乃 而不是预定论的罪酒 这个是路德中他们的思想 奥斯堡信条 他也没有明确的去提到 拣选或者仪器 他没有 然后后来到1577年的邪和书 或者邪童书 这一个书 他只是那些希望考虑神的孩子 被选中的人 转而关注福音 特别是他对所有人的普遍召唤 上帝的普遍拯救意愿 因为人们抵制 并且坚持抵制 想在他们身上行使能力的圣灵而受挫 他的结果就是 圣灵无法在他们身上开展工作 他们就会被咒诅 而邪和书将这预定限制在福音上面 虽然是为了要安慰上帝的子女 但是他却将无条件的选择 和上帝对人类反应的单纯预知相矛盾 那早期的改革中神学是怎样呢 那就有几个人 一个就是慈云里 慈云里他教说 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 他不可改变的选择了那些 他要通过对他儿子的信仰来拯救的人 那这种无条件的选择 不是因为他们会做什么 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公义 他只要怜悯 他还警告说 不要对这预定论进行危险 或者错误的猜测 他教导说 上帝永恒的决定通过 与基督结合来拯救一些人 并且摧毁其他的人 这个决定呢 不是基于人的价值 但是上帝也不像对待石头一样 来对待人 他通过关照人的心 吸引人的心 使人相信 从而拯救我们 后来呢 就有这个 马丁布什 马丁布什 是这个 家文后来也是有跟他一起合作 布什他就说 我们的选择 不是基于上帝 在我们身上 预见的 预知的任何上 不是 他说 当人对公义的热心越大 你自己和别人 对你的呼召和拣选的确定性 就越强 这不是因为我们的拣选建立在我们行为的不确定基础上 而是因为这个热心是上帝指给他的选民的礼物 因此拣选的教义呢 他也促进了圣洁 但是我们对拣选的信心必须不依赖我们的功德 必须是依赖上帝的应许 接下来就是到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预定论其实并不行 他是在宗教改革当中 盛行的这个奥古斯丁传统的一种表达 加尔文他算是第二代的改教家 他说 因为所有人都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被创造出来的 相反有一些人的永生是预定的 有一些人的永生是注定的 那么正如圣经清楚表明的那样 我们说上帝曾经通过他永恒不变的计划 确定了那些他早就决定一劳而易 一劳永逸的接受救赎的人 以及那些他要把他们投入毁灭的人 我们断言对于选民这个计划 是建立在他自由给予的怜悯上 而不考虑人的价值 但是通过他公正的不可理解的 这样子的判断呢 他把生命之门挡在了那些被他赐予咒诅的人面前 所以选择跟仪器啊 其实两者都是上帝主权的一致 但是拣选指定人们只靠恩典来得救 而仪器呢 则指定人们是为他们的罪来接受公义的审判的 因此对加尔文来讲 拣选他总是主权和恩典的 而仪器呢他总是主权也是公正的 从这个角度看上帝他只拣选了一些人 而没有仪器所有的罪人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个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弃 那关于预定论是这个加尔文核心教义的说法呢 过去曾经在学术界很流行 就是他们认为说预定论啊就是加尔文神学的核心了 那其实不对 很多学者已经来反对这样的意见 比如讲 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 他其实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预定 在他1545年的基督教要义有373个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对预定论的教义进行阐述 在要义的最后一版就是1559年的 加尔文他一直等到整本的三分之二的部分 他才谈到预定论 而且他谈论预定论的篇幅 比谈论祷告的篇幅还要少 加尔文认为预定是一个重要的教义 是值得教导还有捍卫的 然而他告诫说 主的话语是唯一能够引导我们寻找的途径 也是唯一能照亮我们视野的光 因此我们不能够无视预定论 而是要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子 实行有学问的无知 对加尔文还有16世纪的 16世纪的这些改革中生学家来讲 宿命不是一个供哲学辩论的神学思想 而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 他通过这种智慧来管理他的约 来传扬他的教会 来传扬他的福音 那这里的争论焦点在哪里呢 争论焦点其实就在于 这一位良善的上帝 他怎么会选择咒诅一些人 其实加尔文光预定论的教义 他不只是受到质疑 他受到的是反对者 因为他们特别去抓住了这个仪器 的这个教义 认为说 上帝遗弃一些人 上帝把一些人丢进地狱里面 这就是上帝成为了罪的原因 还有罪的批准者 因为他推翻了他对全人类的爱 破坏了人类的责任 并且在人和人之间 助长了这种邪恶的行为 这些反对意见其实并不行 保罗他很早就处理过这些问题 中世纪的这个神学家们 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些人他拒绝再认罪 而只赞成上帝的预知 而就是讲他一些人 他不会去接受上帝的普遍拯救的这个意愿 作为再认罪的替代方案 彼得阿贝拉尔他就教导说 神对法老很有耐心 使他可以悔改 一直到他证明他自己是无可救药 所以上帝就利用他的恶行 为他人来谋福利 中世纪奥古斯丁学派 他也是去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 对预定论错误的解释 他进行辩护 那有哪三个错误的呢 第一个就一个会遗弃的上帝呢 他放下了不公正的行为 因为他不公平 但是作为回应的阿古斯丁派 他坚持认为说 选择救赎只因恩典而获得永生 但是遗弃呢 则是根据人们的罪过而被打入地狱 选择还有遗弃 并不涉及到上帝公不公正 因为没有罪人是值得联名的 恩典也不是因为预知的这样子的原因 但是所有人都只有一条路 所有的人都只配得下地狱 而我们都只能够靠恩典来得救 第二个 他们认为说一个遗弃的上帝呢 是怎样子 他造成了罪恶 阿古斯丁派仍然反对 他否认上帝是罪的制造者 因为他所做所有的这个善的主权 他们传播了执行了这个预定 上帝的遗弃并没有强迫任何人犯罪 也没有把罪灌输给任何人 但是上帝的意愿呢 是允许犯罪 并且通过不传授恩典 使罪人他的心变硬 第三 遗弃的上帝是没有爱心的 阿古斯丁说 上帝爱他所有的受造物 对他所有的人都好 但他可以自由的 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使他的爱 上帝没有选择把永生 赐给所有的人 而是把他们应得的 这个永生惩罚 给了一些罪人 让他们抛弃在罪当中 因此上帝是一切美好的泉源 但是罪人的周祖呢 是来自哪里 不是来自于神 而是来自于自己 加尔文 他被问及 上帝是否预设了人堕落为罪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加尔文他肯定了上帝决定了堕落 因为他决定了所有的事情 尽管加尔文 他在所谓的上帝可怕的命令面前发抖 而在这一点上 加尔文他就走得比布林格还要远 布林格向加尔文表示说 他担心教导堕落的这个预定论呢 会导致一些人认为说上帝是罪的创造者 但是加尔文反对 他说亚当因为自己的意志选择而堕落 并且因为自己的过错毁了人类 因为亚当他自愿剥夺了自己 也剥夺了他的后裔的意 还有自由和幸福 所以他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 加尔文他就也同样他断言说上帝 我们这样子讲 俄古斯丁跟改革中的基督教神学家 都教导圣灵的重生的最深层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全去理解他 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 揭示了他 那他提出了 加尔文将他的这个重生的教义呢 建立在圣经注释的基础上 他从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三节 谈论到这个雅各个以扫的时候呢 他就有推断出三个命题 第一个就是正如圣约的祝福 将以色列民跟所有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 上帝的拣选也是将上帝的子民 跟其他的区分开来 同时他预言一些人将得到救赎 而一些人将永远被定罪 这是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命题呢 就是这种选择呢 他没有其他的依据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人词 自从亚当堕落以来 上帝的人词包括了 他喜欢的这些人 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行为 第三 主在他无偿的选择中 他是完全自由的 他不需要把同样的恩典传给所有的人 相反 他想要让谁来就让谁来 他想要选谁 他就选谁 加尔文呢 他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是遗弃的原因 上帝遗弃的原因最终在于上帝的意志 没有更高的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效法保罗的沉默 我们不对上帝的选择做出解释 因为我们的思想无法理解的奥秘 应该受到尊敬的崇拜 预定论的这个教义呢 他在形成以上帝为中心的 在千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因为其他啊 任何东西都不足以 使我们像我们应当要有的那样子的谦卑 我们也不能够以其他的方式 真诚的感受到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有多么的大 最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改革中正统 那些顽固不适应的人 阿弥陵他就教导说 人能否获得永恒的救赎 每一点都取决于他是否利用他所得到的恩典 做了他能做的事情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行为上面 他一直在纠结 那我们要讲 教会是怎样子回应他呢 这些改革中正统学家 他们就在多特这边举办了一场会议 在上面就宣布了 上帝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拯救罪人的福音之后 他宣称拯救的恩典 拯救的信心是上帝的恩典 是建立在上帝的预指之上 上帝选择他要拯救的人 不是基于他预见了他们的任何的优点 而是出于他仁慈的这样的意愿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 多特信条里面 多特会议多特信条里面 他再一次捍卫了这个预定论的教义 神的主权决定了让一些罪人 留在他们的罪当中 不给他们救赎的信心和悔改 这就证实了这拣选 他是一个无偿而且自由的恩典 上帝的仪器并不因为上帝是罪的制造者 而是指他是罪人的审判者 在这个西敏信仰告白当中 你也是可以看到 他也是有谈到这一点 他说上帝永恒的决定了一切 但是上帝却不是罪恶的制造者 他破坏人 然后去破坏人的意志 或者消除第二因的自由和偶然 上帝没有根据预知来决定任何事情 还有一个争论 它其实是发生在教会里面的 就是这个阿弥拉杜斯体系 他们相信 上帝下令通过耶稣基督 拯救所有的人 条件是他们的信心 阿弥拉 这个阿弥拉第主义呢 他的结论就是 对福音的了解 并不是拯救信心的这个必要条件 他可以仅仅通过对一般歧视的反应来行使 然而呢 人的注意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重生的恩典 那就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焦点就在于 什么是上帝遇子的秩序和目的 因为教会所思想的这些关于预定论的题目 他都会谈到 涉及到上帝的计划 他各个方面是怎样子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是 以上帝旨意的顺序来这样子的讨论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在讨论一个时间的顺序 比如说上帝是在创造世界以前还是以后 是在堕落以前还是以后 做出他的命令 所有参与讨论的这些神学家都承认 上帝是在永恒当中制定了他的命令 所以这个命令呢 是在所有历史事件之前 我们也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概念上的 逻辑上的道德上的这样子的秩序 那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雅敏念 他的顺序是这样子 雅敏念一开始 第一个就是 他提出的这样的顺序是要支持 他的基于人的选择而有这样子的条件 这种预定论的交易 第一个就是上帝下令创造世界 然后第二他预知了人的堕落 然后第三他规定他的儿子成为中宝 来拯救这些愿意在基督里面悔改相信和坚持的人 上帝也注定要为悔改和信心提供足够的手段 所以上帝他预知哪一些人会悔改 会以信心来回应 上帝就决定拯救那些愿意相信 做善事和坚持的人 并且咒诅那些不愿意的人 所以你看到雅敏念派 他们把救恩建立在上帝对人的这种选择的预知上面 他把上帝的拯救意愿的解释为是一般性的 把他的选择解释为团体性的 因此上帝并不是按照他的喜好来选择他的子民 而是作为法官 根据每一个人的信心和善行来给他们相应的待遇 就好像我们在下一章我们要谈的就是圣经 把救赎的最终的基础不是归于人的选择 而是归于上帝的意愿 不是预知我们的行为 而是在行为之外的选择 这永恒的拣选呢 涉及到上帝对个人的这样子的选择 而不仅仅是上帝对那些将要回应 他的人的这样子的恩典的回应 第二个呢 我们要进入就是阿弥拉第主义他的顺序 阿弥拉第呢他试图要将上帝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普遍拯救的意愿 与他通过圣灵对救赎的特殊拣选结合起来 所以他讲一开始是上帝决定创造世界 他决定允许人的堕落 第三他下令在基督里面为所有的人进行救赎 然后只要他们相信 第四点 神预知除了恩典没有人能够相信基督 然后第五 上帝为圣灵的恩典挑选了一些人 使他们相信 所以这个阿弥拉第派呢 他试图要将一个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 上帝他规定了所有人的救赎 又规定了只有选民的救赎 这个矛盾呢 他给上帝的命令带来了无法解决的紧张的关系 上帝的命令是一个单一最简单的意志的行动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上帝决定的 我们不能够在上帝身上 假设两个相互矛盾的意志 明免我们指控他愚昧和内在的冲突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要看的就是堕落前预定论 堕落前预定论呢 他 这个他不是一个时间上的顺序 他是一个逻辑上的想法 上帝的预定被说成 是在逻辑上先于其他所有的这样考虑 这使得创造堕落 还有所有事物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比如讲伯萨 比如讲William Perkins 这些或者Thomas Goodwin 布拉克他都发现了这种顺序 这个顺序是怎样呢 他是讲一开始是上帝规定选民的预定 是以基督为首的生命 而可证之人的预定呢 是公义的这样子的咒诅 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他是先在前面一开始先预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上帝规定创造世界 是为了执行他的这个预定 然后上帝决定允许人的堕落 作为执行他的预定的一种手段 然后最后上帝才差遣基督和圣灵 来拯救上帝自由选择的人 这个秩序呢 强调了上帝在救赎和审判当中的荣耀 是所有被造物存在的最终的目的 因为他强调了上帝对人的堕落的主权 这个一直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却是比较少数的观点 在该戈充的圈子里面 但是他不应该被误解为一种极端的观点 认为这个是不利于传福音 因为伟大的传福音的传道人 比如讲William Perkins 他也是持有这样子的观点的 然后下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 就是堕落后的预定论 大多数改革众生学家 他是跟随这个堕落后的预定论的 他说 第一个就是上帝决定创造世界 是为了荣耀自己 先讲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就到上帝决定允许人的堕落 人的堕落上帝许可 第三 上帝决定选择某些堕落的人 让他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 并且责备其他人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后最后上帝才拆遣基督和圣灵 来拯救那些被上帝自由选择的人 Richard Sip呢 他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总结 说明了堕落前跟堕落后的这个立场 有些人想要让人 躺在上帝的面前 把他当作是堕落的这样子的财产 但是另外一些人呢 则想要让上帝在那一道命令当中 把人从这些方面抽出来 把他看作是一个可以改变的生物 能够得到幸福或者痛苦 适合由上帝这样处理 因为他是他自己的主 然而Sips认为这两种立场呢 他有很多共同点 两个都认为上帝永恒的选择了每一个人的命运 这是一种上帝主权的行为 而咒诅呢 也是上帝主权的行为 是上帝正义的行为 针对那些因为罪孽而要受咒诅的人 所以堕落前堕落后的这个争论 是由于有人试图用人类的逻辑 将我们的知识压到上帝所启示的范围以外 上帝的目的以多种方式相互关联 不能以线性的这样的顺序来进行表达 Richard Six 清教徒就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难以理解上帝是如何构想事物的 这与我们的整个种类不同 因为上帝构想事物的时候 他是完全是一次性的 我们的不一样 我们是线性的 我们是一件接着一件 而且有时候是通过另外一件 但是我们的安慰是什么 我们的安慰就是 我们在自然还有恩典的观中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将来在荣耀的大观中 我们会看到 所以我们最后终于来到总结的部分 回应这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 我直接讲我们的总结 上帝不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的 上帝不愿意让每一个人得救 尽管他是想要拯救各种人 上帝利用劝戒所有人悔改和相信 作为他主权恩典的工具来拯救一些他属于他的人 第二个 预定论没有取消人的自由选择 因为上帝的救赎工作没有绕过人的意志 而是拯救人的意志 使人自愿合作 第三个 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启示 他预定一些人要受到要被咒诅 但是他却不是罪的创造者 除了应得的这些罪人 除了属于他的罪人 他不会 除了这一个这些人 他的罪是罪为应得的 他预定 他要被以 他就是注定要被以弃的 上帝不会咒诅任何人 最后 上帝的预指并不包括拯救所有人 何止拯救一些人的这样子矛盾的旨意 但是我们无法揣测其中所有这些逻辑的关系 我们只需要知道 上帝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颁布恩典的救赎 还有公正的咒诅 就足够了 所以堕落前堕落后 重不重要 其实两个你都是可以认同的 都可以使用的 他其实两者并没有冲突 我们会冲突是因为我们按照 线性的顺序这样去想 但是其实在上帝的眼中 他并不是这样子线性 他是一次性的 所以堕落前堕落后 不需要吵太多了 两方都各有各的讲法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关于这个预定论 下一个星期我们会最后一次 再跟大家来谈一个预定论 下一次我们会谈论到更多 这些关于预定论的疑难的问题 然后以及我们是怎样子去回应 然后还有关于这个预定论的应用 到底学习预定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版主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帮我点一个赞 或者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也欢迎你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